班人哥即将要举办标股猜猜了 没错 当大盘回稳之后 这两档值得大家关注 是哪两档呢 请看金北小姐盘 欢迎收看《忍者无敌》 大家好我是诗伟 在我身边的是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诗伟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节目一开始呢 今天要先预告大人哥要举办 标股猜猜乐的活动了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到最后 那节目一开始呢 请大家先加入大人哥的Liant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赶快邀请你身边所有的伙伴 还有你的亲朋好友 只要有在投资股市的 都赶快邀请他们加入 因为大人哥每天早上7点钟呢 都会提供盘前解析 帮助大家快速掌握 今天台股的重点 还有在我们YouTube上面呢 每天都有盘后解盘的影片 也请大家记得帮我们 订阅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要预告一下哦 我们要送标股 标股猜猜乐的活动 如果你想要及时的掌握 标股是哪几支的话 方法就是 请加入LIOT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赶快动手加入才不会错过 标股的讯息 大人哥这个礼拜就要送出了 好我们现在讲一下台股好了 台股呢今天上涨了39点 才上涨一咪咪耶 很不够意思耶 要涨不涨的到底怎么一回事 OK来 而且今天又开高走低了 好 各位投资们大家好 在讲今天行情之前呢 我先碎念一个小事情 因为其实我今天看到的新闻 就是这个 那个台股量说 9月份的证教税收不到200亿元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上半年的成交量啊 是有大概到五六千亿的 这样一个量能 可是如果到最近的话 只剩下大概两三千亿 就已经算是最近的一个 不错的这样的量能了 那其实这个主管机关 我觉得还是要负蛮 蛮大的责任的 那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最近的行情的话 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主管机关对于一些相关的 像是当冲啦 或者像是一些相关的制度的 一个那个规划 或者像是一个新的规范来说的话 确实让一些当冲客 就退场这样的动作 那当然行情震荡也是个原因 然后那个有些制度的话 有些新的原因 所以最近的行情的话 我也再次跟大家提醒到 就是量缩会变成是一个常态 所以我昨天或者说最近的节目 我不断跟大家提醒到 最近的行情就只能先用盘整 用打底 去用一个震荡的方式 让这边的底部 能够更加的扎实 或消化符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这个时间点会多久呢 如果很老实说我不知道 那但是呢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在震荡的过程之中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还蛮不错的股票 在这个时间点 有意义的去做浮现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今天的成交量 应该说今天的大盘的话 开高一度开高到一百七十几点吧 然后就有拉回到平盘附近 然后中场的话只上涨了三十九点 那成交量的话又缩到了 两千五百六十四亿元了 所以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行情 其实依然没有改变的 就是毕竟这边就是因为前波的低点 在10月5号的时候 有去做破底 破底之后 去做一个反弹这样一个扩底打底 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下说 最近的融资的余额 能不能够快速的在这个时间点去做退场 去做洗清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像前天的话少了25亿的融资 那昨天我跟大家提醒到 那大家如果看到昨天的融资的话 其实也有也少掉了15亿 那这个这几天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其实对后续的行情 我觉得是依然可以来做 乐观来做看待的 因为在这边看起来 如果洗清符合之后 或者是说在这接近第四季的 这样一个传统的旺季 甚或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像是那个做梦的啦 那个轮涨轮动的啦 甚至有一些超杀的那种 更便宜的买点的这些个股的话 都会一一浮现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对行情的 这个看法的部分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录影时间 是下午的三点钟 我们要赶快请大人哥 来帮我们更新一下 今天下午台积电两点 线上法车会最新的状况 有请大人哥 好 那我们昨天 其实谢谢思伟的提醒 因为其实我们昨天的节目 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那个毕竟 那个行情在这边 就做打底的一个时间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那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 有特别跟大家说明到 跟大家提醒到 什么时间点能够在这行情 有机会就有回稳这样一个指标 那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 你可以看两档个股 那第一档的话是台积电 那这个是要说不得不看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一个 半导体的龙头 它位居晶圆代工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中心点的位置 那往上游看的话是IC设计 往下游看的话有IC封测 所以在这样做 这样的过程里面的话 因为昨天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台积电已经去领先去 年限附近去做测试了 可是它并没有那么差 因为比方说好了 因为它现在正在开法说 应该快开完了 所以一些新闻已经陆续出来了 所以我们快速跟大家提醒到 台积电法说的方向 包含了它第三季很漂亮的毛利率 51.3 几乎是它上一次猜测的 就是上一次的法说会 51.5相关的高标水准 然后美股存益EPS 第三季6.03元的EPS的话 也都是优于整个市场上面法人的预期的 那当然那我就喊那个什么千金 那个我觉得听听就好了 可是有一些展望来说的话 其实台积电释出了一个蛮棒的展望 包含它第四季 甚或是一个先进制程的部分 它也讲 因为它根本没有在管三星的 不要讲讲 应该讲 他说他不去评论对手的发展的 那个竞争的进度 然后可是他信心十足的回应 魏哲家总裁 他说2025年的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恶耐你们的部分 不管是密度或者是效能 都会是全市场最领先的技术 那他一样看好物联网 一样看好AI的这个高速运算 这些相关的部分 所以这些产业的方向 都会是台积电所指引出来的这个方向 所以台积电它会带动整个行情的回稳 它会带动整个的IC半导体的上中下游 来去做就是落底之后的翻扬 向上的这样一个行情 因为这个时间点台积电是 是已经是跌到一个 我觉得已经跌到一个平价的低点了 因为如果就他今年第三季算6块嘛 然后全年的话可以到23 24块 那明年的话可以持续成长到27 8块左右 那如果以这个时间点的台积电的股价 只有在这种573块来说的话 其实太委屈它了 所以这台积电的部分 那鸿海我也顺便说一下 我鸿海的看法一样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我没有在看鸿海的代工 我没有在看鸿海的那个苹果的组装这一块 因为它已经是过去式了 或者说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 已经是一个没有 就已经一个无力可图的这样一个过程 以后我们要叫鸿海电动车概念股嘛 是 没错 因为鸿海正在转型到电动车这个方向 也要再叫它平概股咯 人家现在不是只有做苹果手机而已 没错啊 因为它正在转型到鸿海电动车这个方向 那电动车依然是我们会持续看好这个方向 所以 但搞不好它会接到Apple Card也不一定 如果有 如果有的话 到时候又要叫平概股了 但不是手机是电动车对不对 那不好是 没关系 那反正电动车它就是一个趋势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大家在看所谓的第四季的行情 甚或是在看明年的行情的时候 依然还是以这个为中心 就是那个就是电动车 或者像是半导体 然后或者像是一些伺服器 高速运算这些方向 都会是这个时间点 大家可以留意的方向 跟一些选股的重点了 好 所以两大指标股 请大家要看台积电跟鸿海 这两个指标股 如果能够事先回稳回涨的话 那几乎可以说是很代表大牌 那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今天 大人高跟大家分享第四季的几个 操作的三大策略 对非常的重要 其中我们会用很多的标股来做例子 好 因为其实这个策略 或者说这个操作的方向的话 我们在最近的节目里面 也不断不断的跟大家提醒过了 就是第四季的操作策略 跟选股的方向的话 就是请大家留意好这三个方向 一个是作末行情的启动 然后一个的话是成长股的轮上轮动 那另外一个的话叫做是错沙股 有更便宜更低的买点是等待用的 那把握用的 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下这几个方向 那也可以了解到最近这些操作的一个 观念的分享部分 那首先的话是周末行情的启动 然后如果你有看我们今天早上的盘前解析 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其实今天早上 那个我随便点几档啊 你看要嘛就涨停 然后就还有要嘛就跌停 我根本怀疑有人是看着你的盘前解析 来操作的 很危险喔 请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 好啊 那你看像那个月峰啦 中华 中华化啦 三晃啦 那个什么安吉的这些 因为其实这我在跟大家讲 叫做是观念 就是不要真的不要因为我的那个 就是突然讲出一档股票 你就讲说一定会飙涨的 像今天的月峰 八一二一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啊 它就是飙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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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突然那个掌停板之后 然后就开收一个收在跌停板 那这就是 成交量大幅增加 是啊 而且如果以这根K线来说的话 它会 它在短线上面已经有这个所谓的 指掌的这样一个讯号了 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 常会跟大家讲一些技术分析的 一些教学的观念 那在那个就是在这根K棒 发生了之后的话 这个当下就会发现 有一堆的那种那个筹码 就在这边去做套牢了 所以这个是做梦行情的这个标准的个股 会发生的事情 那其他的个股的话 月峰是第三代半导体粉料的供应商 帮大家补充一下 OK 好来 然后其实那个像中华的话 今天也是一样 就是突然那个从涨停 然后到快要跌停的这样子一个过程的 然后呢 这个真的是平地一升雷 好大一个黑金 对啊 然后那个另外的话 三晃的话 一七二一的部分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买不到 今天是上涨了9.9% 然后应该说那个今天的话 又爆大量了 因为其实昨天前天 如果真的是要买的话 其实叫做是 那个你真的是要 你要很有勇气去买它 手脚要很快 那可是今天的话几乎哦 就是几乎是全部的人都买到了 可是也发生了这一根拉长 长长的下引线 爆大量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它今天的涨停 我这样讲好了 这个这种的技术面的涨停 它不是一个很棒的涨停板 真的哦 它这个涨停板的话 会带来一些短线上面去做追高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在那个 短线上面有可能会套在 套在那个短线上面的一个涨停板 甚至是短线高点的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它是涨停打开又涨停 是啊 它是今天是那个直接开涨停板嘛 然后就一堆人可能就跟着去 去拼涨停板啊 然后就开了涨停之后 那个所有的那个买单全部都扫光 那原因是因为这边看起来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换手量 去做发生了 那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是 那个这边我在讲 三皇是石墨烯的复合原料 对啊 但是我很老实说 其实石墨烯这件事情是叫做是 那个真的是做梦而已哦 然后我这边要跟大家提醒到的 我不是叫你去买标股 我这边叫做是 你会发现 我在每天早上盘前的地方 我都有一个叫做评论的评 就是Q4的行情 真的有所谓的做梦行情 那不看今年的活力 改喊明年展望 可是呢 做梦股要操作面 要用技术面操作 可是最后最后都是回到基本面 所以这些个股会有一个问题 叫做是做梦的时候都很漂亮 可是如果真的梦醒了的时候呢 那你会看到像是那个台阳啦 或者像是那个东升啦 你就会发现 就一样的现象发生 我们先看那个东升 2614的东升 它就是那个 号称什么什么线上购物 东升购物 持股什么20几%的 然后它就从十几块一路飙到了七十几块 那七十几块之后呢 现在又回到了这三十块这附近的位置 等于是腰斩 而且它还是减肢过后 所以已经不是一张换一张的东升了 这个时间点的话 是已经是减肢过后的东升了 那所以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 那个梦醒了之后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然后那个像是台阳 其实我很早就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它就是 就是每年在喊所谓的第四季转空位飞 它就真的有所谓的 那个低轨道卫星的这样子一个题材 可是如果真的要看它的基本面的时候 我也很老实说的 它就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它 跟上它的一个题材面的基本面 所以之前跟大家说过 大概六十几块 然后最高涨到八十多块的时候 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你要提醒 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 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 是这个投信怎么还没跳出来 跳出来了 它竟然就在这个时间点 在10月4号的时候转为卖超 那投信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 它真的有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一些领先的资讯 我保守讲是讲这样子 那时候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它其实就在高点之后回挡 然后回弱 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 也从88块跌到了今天剩下68块 直接少了20块 几乎是跌了25% 接近三成的这样子一个幅度了 所以做末行情很棒 但是做末行情的话 你必须要手脚很快 然后你要用技术面来操作 最终的话回到所谓的基本面的 这样子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要 今天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 所以这是我的每天盘前 像今天的话是在7点正的时间 刚刚我们在YouTube有人问台阳 所以大人哥特别把它拿出来讲 因为金管会的规定 我们是不能够在节目当中 实际的提出建议的买卖点 所以没有办法说 你几块几块买 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卖了 这一段回答就违法了 但是大人哥的建议跟想法 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 尤其其他的这些相关的作梦股都是一样 是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 我们YouTube留言板是开启状态的 那因为那个有些人还是 可能是新朋友加入 那可能还是喜欢问我 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卖 或者什么价位该怎么处理的 可以离家我也很想问你 但是就真的真的是那个 就是我们还是用教学的方式 分享的方式 在我们节目里面 跟大家做一些趋势面的分析 那但是买在75块上下 现在下跌怎么办 就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说 那个就看我们节目 大概跟大家讲一个趋势的方向了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个 做梦的部分 那不过那个 因为这些个股的话 他们都在炒所有的化学 化工特用 是不是像什么 什么电磁材料这些的 可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一档个股 也绝对是市场 我第一个先讲的 那这档个股的话 当然哥从抽签的时候就开始讲了 那时候 对那时候还太听了 你还跟我们讲的时候提醒大家 要去抽签了 要去抽签了 对好 然后要上市了上市了 这五天涨跌幅没限制 我印象很深刻 好 这一档就叫做 这个AESKY67811 那如果还记得的话 其实我们在三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 它那时候的那个挂牌 甚至它的近拍 它第一盘 它就直接把它那个近拍 那个价格超过去 所以也就表示说 有人 有筹码 刻意把它全部收光 带来它的一个标股 标涨的行情 它从300多块标到了 985块的时候回档过后 那回档过后我依然看好 那时候我们还拍了一部 就是那个 当然各位玩股 我上市委节目 还特别拍了一个影片说 我看好的千金股的部分 对 你们就有AESKY 是 然后到今天为止 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 今天的AESKY又回来到 那个波段的高点附近 所以大盘在下跌 会发现有一些趋势成长股 它就真的在所谓的 轮涨轮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AESKY 它真的快逼近千元了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会吗 我上市就讲过 对啊 对对对 来 OK 来 前面已经讲过答案了 对啊 所以它今天已经到961块了 那到千元的话其实只要39块的 这个一点点空间而已啊 那因为我顺便再跟大家提醒 因为其实AESKY 它就是原本是做 那个 我就说他真的是很好的爸爸 把这个最棒的儿子 把它切出来之后 他就是一个最棒的电池模组 因为他这个时间点 还记得他爸爸是谁吗 就是辛普的董事长啊 然后那个AESKY的董事长 就是辛普的董事长的儿子啊 亲儿子啊 那个AESKY的话 他就是做理念池的 那他现在目前的电池的话 只有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上面 还有只有在所谓的 伺服器的那个 UPS电子上面 那他后续的话 会转型到电动车上面去 所以这种就是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从无到有最美 或者我这样讲好了 他的EPS来说的话 我可以看得到 一些法人预估的EPS 今年大概28块 然后明年的话 可以跳升到35块 这种那个获利在跳升的过程 或者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的话 其实都代表一档个股 最最最会标的这个时间点了 所以这个是AES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醒 好 接下来我们要加快一下速度了 因为后面我们要送标股 时间炮会不够 赶快来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呢 IP股当中的 智源似乎休息了 连力旺也跟着休息了吗 好啊 大人哥怎么看到IP股的 接下来走势 好 IP股的部分 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它就是一个成长股 那成长股的话 会站在一个轮涨轮动的过程 所以比方说 像我们最近就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力旺下跌了 就是跌停板 所以它难免会让这个IP股 会有一个休息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昨天的力旺跌停了 然后今天的话 继续跌了2.63% 所以这就是我们 跟大家提醒到的 产业的方向 我不会每天跟你讲说 涨停板 再涨停板的 但我会告诉你 就是它就是一个 操作的一个旋股的方向跟过程 所以所谓的 轮涨轮动的成长股 我觉得依然还看好 那只是 在这短时间的一个 涨多的一个修正的过程之中的话 它拉回之后 一样会有一个不错的买点 去可以手稳去做切入 那致远也是一样的情绪 那致远也是一样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10月12号的那一根 它就是一根 有多空交战的 那个爆大量的 下引线的这个黑K 那 红K 不好意思更正 红K 那因为它是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它是创下了天亮 所以 这边难免会有一个多空交战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 我们的节目里面会 多一些教学的 这些相关的部分 分享给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赶快跟大家讲到的是 被错杀的个股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提醒他们 深淵 淵望 但是呢 这些被错杀的个股 反而带来更好的买点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比如说大人哥有举到今天 也是下跌的紧缩 是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趋势的方向 所以我不会因为它下跌 而把它去做裂过 裂过或怎么样的 我还是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嘛 比方说在9月底的时候 什么限电能耗双控的这种什么什么 政策面又突然跑出来了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在调结构的方向 它就是要保大不保小 或者说它就是要 为了一些后续什么碳达峰跟碳中和这样 一个去做努力 所以难免会看到一些个股 它会回荡的过程 可是回荡过程它不是坏事 那时候的 如果你看到那时候的紧缩的话 其实那时候就要在215块附近 然后它因为那个有号称就是被控管了 然后结果它就跌破了季线 可是跌破季线它并不是转空 它反而是错杀之后 带来这样子的拉回 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买点 所以那时候也是大概回到200块附近 然后没过几天 就因为所谓的营收又在创下历史新高 还它一个公道 然后股价的话又去做创高 那可是这两天的话又回挡下来 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成长股 然后每次一个创高拉回 然后创高拉回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错杀股 你不用去做刻意的去做创低 那但是你必须要能够清楚的了解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持股 它到底是位于什么样的状态 做梦的也好 那成长的轮长轮动的也好 或者是错杀的这样一个个股的话都好 那你只要知道它现在目前的状况的话 你其实你心就不会恐慌 尤其是在最近这么样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相信难免大家会不知道 会不知所措 可是如果你知道这场个股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会操作方向来做的话 就会更安心一些些 好 还有最近外资跟投信 都总共非常多的技嘉 对 好来 技嘉的话 我们现在 加快速度 好 加快速度 来 上次跟大家讲过了技嘉的部分 因为其实技嘉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依然看好它 那不过因为它难免会因为 今年的notebook和今年的 就是居家办公 甚至像是数位货币的这一块最好 那明年恐怕没那么好的状况之下的话 它也因为这样的过程 所以被被错杀 而且杀到一个相对低点的地方 那它今年赚18块左右 然后这都反而预估的 这不是我喊出来的 然后呢明年的话 依然有机会可以看11块到12块左右 所以前波的低点 就大概在80块附近的时候 如果你就用那个11 80块去除以11的话 会发现就 哇 怎么那么那么惨 就被被杀到只有七八倍的 本益比的地方了 所以那就表示真的 它就是一个错杀的过程 然后呢错杀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说 股价其实就在这边去做盘底打底 然后上涨之后 回撤的时候 不再破这个低点的时候 它就咚咚咚就往上上去了 而且会发现这件事情 竟然也是投信价买上去的 还有外资 外资也是大幅的买超 OK了 我们看一下外资的部分 外资买超的幅度还蛮大的 我有点吓到 没错 所以变成是说 就真的是被错杀的 所以就真的不要再用 杀在低点的时候去乱砍一些 那种就是明年依然还看好的股票 那尤其是这些个股 真的都是有 基本面的支撑的部分了 那另外的话 可以快速跟大家讲 集团个股就好 就像是我们之前跟大家 提醒到的 车用我依然看好 像是彭城 有发现吗 它也在打底 然后呢像是4919的新唐的话 发现它也在盘底打底的过程 所以这些个股 如果能够在盘底打底的过程之中 然后把它的基本面又重新让大家看得到 原来它真的也是被错杀的个股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后续 反而再去做进驻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知道说 这些个股依然是成长的 所以要跟大家做这个相关的提醒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要赶快让大人哥告诉大家 我们要公布标股了 告诉大家 AESKY第二 还有趋势成长的错杀股的两档标股 但要让你猜得中喔 请大家赶快来跟着大人哥 那我们今天只是做节目预告而已 来 我们先看一段 先节目预告 好 不好意思让大家再稍等一下下 好 因为明天是周末 我想说明天的话 再把这个比较完整的版本 来说清楚讲明白 那我们节目预告 明天我们会举办 那个标股猜猜乐的这个活动 那猜中的话 会送你两档 两档很棒 我觉得很棒的股票 那第一档的话 我先说明一下 第一档的话 因为其实刚刚施委有先透露出来了 来 这档个股的话 我觉得我看好它的理由 其实还满像AESKY的 那为什么 那跟电池有关吗 没有关欸 但是 它的一些背景还满有关的 三个字两个字 等一下 道人哥好老实 三个字 三个字 对三个字 那为什么要说它是AESKY第二呢 我就把它说说说说说 那这绝对不是什么KY 因为这样就超过三个字 对啊 然后我就把它缩小到 那个这样子一个 一个现行图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 略为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了 那它的说 不要按开错了 要用那个啦 投信啦 这两档个股都跟投信操作有关 那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在最近的选股的方向的话 几乎都是选投信 那个投信的方向的 所以我把AESKY把它说到最小最小 那你会发现说 有这样的一个投信的 这样一个操作的方向 所以第一档个股 那我觉得它很有机会变成AESKY第二 然后呢 三个字 对三个字 明天会讲更清楚一些些 然后第二档个股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投信在做操作的个股 然后呢这档个股的话 也是那个挫杀股 也是趋势成长股 那这两档个股的话 哪个类群的 就一讲大概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那个 连电动车或者是低轨道卫星 这样都不能讲 它有转型到车用 有转型到车用 对 这档个股的话有转型到车用 那它也是那个投信的 就是也是投信 现在最近密集在做操作的个股 那这也是我们就是节目里面 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些 产业的操作的方向 因为其实我选股就是这些而已 你不会看到我每天在那边乱枪打鸟 那我的方向很明确 我的选股跟操作的方向 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明白的 那我们今天的话 就先跟大家先预告到这边 那明天的节目 我会讲得更清楚一些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猜得中 好 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的标股 蔡蔡乐的话呢 请大家可以加入到一个 Lyot 小老鼠 D-A-R-E-N-888 小老鼠 D-A-R-E-N-888 把你猜中的答案告诉大人哥 非常欢迎大家呢 一起来跟我们一起的参与跟互动 那如果你想要及时掌握标股的最新讯息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们Lyot 小老鼠 D-A-R-E-N-888 跟着我们一起呢 来进行标股 猜猜乐啊 不过呢当然最重要的是呢 要告诉大家的是 尽管今天呢 航运股是跌升反弹 但是要再次提醒你哦 大人哥呢 正带着很多会员朋友呢 如果你是航运股被套牢的话 没有关系 大人哥正在帮你太弱换墙 太旧换新 赶快呢趁这个时候呢 来换未来非常具有涨势的个股 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手中呢 已经有套牢的标股 或者是呢 你之前亏损了很多 想要吃了第四季努力奋力一搏的话呢 请大家可以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我们在YouTube上面 没有办法想实际的买卖点 也无法给你实际的建议 但只要你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就可以使用呢 各项的方式 跟大人哥来做互动跟沟通了 所以请大家可以拨打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来告诉我们的同仁 你想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或使用9800留下你的姓名跟手机 我们同仁也会跟你联络 我看到大人哥这几天 都在帮会员朋友做持股见证 辛苦了 好 请大人要保卫一下时间 请拨打0800 66 8085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谢谢大人哥 谢谢 趕快打电话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